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标股天地 我是陈俊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果然就是开高大涨上来 不只是大涨上来 甚至的一个盘中的一个指数 还一度大涨百余点 但是在今天的一个大涨的一个同时 各位亲爱的一个投资朋友 昨天的一个下跌 我问你谁敢买股票 每个人看到昨天的一个下沙 并且跌破的一个半年线的一个位置区 好多人都说 在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会压低结算 那么我问你今天的一个台北的一个股市 早盘有没有压低 有没有在平盘之下 根本没有 而且在尾盘的一个时候 还大涨61点作收 特别是在昨天 我一些的一个法人的一个朋友跟同业 打电话进来 早上真的是电话 忙得不可开脚 他说 老师老师 很多人都说 外资的一个避行控单 一万多口 今天台北股市可能又不妙 但是为什么你会说在礼拜三会是变盘关键转折 果然今天就是变盘关键转折 你怎么知道啊 为什么你可以掌握得到 其实很简单啊 各位啊 这个老师不是现在才跟大家说的 我从在上个礼拜的一个时候 我就跟大家说过 我说啊 目前台北股市啊 它被三大的一个变数 压得喘不过气来嘛 所以为什么我在上礼拜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大盘的一个指数啊 可能要一路的一个修正啊 到礼拜二 也就是昨天的一个时候啊 那么真正变盘关键的一个转折 就在今天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在上礼拜五我就跟他说过 我说啊 关键变盘转折落在下礼拜三嘛 你看上礼拜就跟他说过了嘛 为什么 因为三大的一个变数嘛 胡马卡关 这个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因素嘛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 港务通即将上路嘛 港务通即将上路持续效应嘛 所以你会发现 最近的一个成交量 出现明显的一个怎样 明显的一个萎缩嘛 那么再来就是收水油的一个事件嘛 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啊 每天一爆啊 爆得人心惶惶嘛 那么对股市也是会严重的一个 造成比较大的心理的一个冲击嘛 我们金管会主委也告诉过大家了嘛 收水油事件 的确是对台股的信心会有影响嘛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美国的一个联准会啊 FED啊 在结束购债的一个措施之后 在十月份嘛 然后在今天的一个凌晨 不是要召开利率决策的会议嘛 那么明天的一个怎样 会议结束之后 叶伦女士不是要来怎么样 做报告吗 针对在后市的一个怎样 利率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会议 来做一个精准的一个报告 那么因为市场上大家都担心什么 会有生息嘛 大家会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嘛 这一路以来从上礼拜就告诉过大家 到昨天啊 你看是不是就如同照着老师的一个规下 这样的一个下沙下来 但是昨天下沙跌破了一个半年线的一个位置区嘛 昨天啊 外资又加码空单 好多人都好担心 都说 今天的一个台股可能会压低结算 想太多了 为什么会压低 他凭什么压低 为什么今天不压低 今天要开高 因为昨天就已经结算过了 老师早就跟他说过了嘛 你可以看到啊 尤其在昨天的一个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哦 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个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强 但是你会发现哦 在最近开始美元多头有开始怎样 陆续平仓的一个情况嘛 陆续平仓的一个情况 这个代表什么 这个代表说对台股的一个怎样 短期的一个汇率会暂时的一个松一口气嘛 那么包含的一个物港用的一个消息过去啊 哇吸引大笔的一个资金到对岸的一个大陆去嘛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天开始怎么样 做贬值了嘛 所以好多人都告诉你什么 哇上海的一个大陆股市 哇非常的一个棒 但是在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够追 各位你要知道嘛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波会拉 它完全是一个体材而已嘛 但是你看工业的一个指数数据表现不如预期嘛 所以最近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做拉回了嘛 那么你会发现到哦 在过去这段的一个时间啊 台币有维护区扁的一个压力哦 但是到了一个昨天为止啊 它区扁的一个压力啊 开始舒缓嘛 所以你会发现到嘛 包含我们的一个金管会的一个主委也告诉大家嘛 台股量座都是短线的一个现象嘛 那么等到下礼拜三事件发展转去民党后 股市的量人会慢慢的回温 早上 人家金管会主委都一定要大家说得很清楚啊 下礼拜三 明朗后会慢慢回温 但是他会等到下礼拜三才开始吗 不会啊 他怎么会等到下礼拜三才开始啊 他一定会提前动的嘛 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礼拜老师就跟他说过了嘛 这个行情就是礼拜三就是关键转折啊 结果你可以看到啊 今天的一个人啊 今天的一个台北的一个股市 昨天下沙一堆人都缩费压地结算啊 今天马上就是开高的一个人啊 开高的一个大涨上来嘛 绝地大反攻的一个人啊 机会再突浮现嘛 现在就是你啊 最好的一个机会啊 每个人啊都不是说想要危机入市吗 大家都会讲危机入市危机入市啊 但是真正机会来的时候 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 有几个人在昨天这样的一个下沙 敢事先告诉你今天就是变盘转折 有几个人在昨天的一个拉回 敢进场去买股票 各位啊 那么要买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呢 我想我在测标的时候我写得很清楚嘛 南珠航和五指登科 这两档的一个股票就是 最有潜力的一个苹果派 就像在之前的一个怎样 我们代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映画一样 就是年度最有潜力的MMT的概念股 以及信翰就是年度最有潜力的机器人概念股 我想对于日月光我想应该不用我多说了啦 日月光反正这种股票我直接公开 直接送给大家 我相信大家也都很清楚嘛 这段的一个时间大盘跌 但是日月光并没有跌 那为什么没有跌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日月光 马上就是开高强弹大涨上来 那你会发现到 很多人说日月光 这刚才这么久的嘛 很多人说日月光好像很牛啊 到底它会不会牛 我们将来可以拭目以待 你会发现 它13年的一个长期大敌嘛 2008年开始展开第一波嘛 那么现在真正的第二波主身段的一个行情才要启动嘛 而且今年大肯苹果丹嘛 所以你会发现嘛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在之前啊 我们带会员朋友所操作的一个这样 软板之王的一个家联运一样 当时候在这个位置去 4月11号35块8的一个时候 带全国会员朋友布局买进 当时候你认为说家联运会涨吗 我相信你可能你想不到嘛 但是你看为什么我们切进去之后 然后第一波马上大涨上来 这样一波多少 27%咧 27%咧 拉回来的一个时候 5月13号40块6毛钱再度买进 再度买进 你可以看到第二波再涨到40块5啊 又17.2%两档加起来超过四成 超过四成 这档股票你看 老师在4月23号的一个时候有送给大家 4月23号 你看加联益 加联益有没有 加联益在哪边 那时候在这边 4月23号 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 然后呢 包含的一个什么 包含的一个雅天也是一样 6月19号带着全国会员朋友布局买进 刚刚要开始发动的一个时候 老师就事先跟他做分享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后面连标识跟的一个涨停板 这档的一个股票6月27号你看 6月27号老师就事先送给大家了 你可以看到雅电啊 雅电啊 那么现在呢 各位 现在呢 才刚刚要开始而已 那么接下来众合系才要登场 那么我们昨天非常的一个感谢 昨天有打电话进来 有参与我们这样的一个标股感恩体验活动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我相信今天的一个蓝珠汉 今天让你现买现大赚 插一档量升涨停板 我相信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应该都可以感受的非常的深刻 昨天你打开电视 全市场的人都只会看涨缩涨 看跌缩跌 每个人都是怎么样 看到涨停板的一个股票 他拿出来告诉你 那个有用吗 涨停板不是用来数的 涨停板是用来赚的 你可以看到在昨天的一个时候啊 蓝珠汉啊 昨天还是下跌的咧 昨天小吴的一个压回老师就告诉大家 昨天压回就是最好的一个机会有没有 你昨天啊 你如果是有收听曾经的一个节目啊 我相信你很清楚啊 那么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 这些的一个投资朋友们啊 我相信你今天你应该赚得很开心 那昨天真的是抱歉啊 那如果说 昨天超过第十一位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那没关系你今天你再打电话进来 今天老师再度开放十个名额 免费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我说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就是年度最有潜力的一个苹果派 过去的一个苹果指标股看鸿海 所以看日月光 所以鸿海跟日月光 或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行情可以来做期待 但是真正的一个年度 最有潜力的一个苹果派 就是看这一档 Apple Pay的概念股 昨天还是下跌的喔 昨天下跌喔 但是昨天下跌 谁敢拿出来告诉你各位啊 为什么我看好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 它是一档在八月份唯一的营收 创历史新高的一个电子的一个厂商 同时打进了一个苹果跟小米手机的一个供应链 不仅是在手机的一个连接器 包含着一个车用电子的连接器 包含着一个LED的一个照明 哇在今年都展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 金人的一个怎样爆发力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它的一个秘密武器加密堡 那么这样的一个加密堡秘密武器 搭上苹果的一个Apple Pay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列车 而且抢进了大陆的网购跟电子商务 跟金融的一个怎样的一个商机啊 所以啊使得一个个资 它不会怎么样 不会出现外流 也让今年它的一个营运啊 展现了一个这样 十足的一个爆发力啊 那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产品 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量长 这个月喔 这个月要正式上市喔 那么这个月要正式上市 你是要等到产品正式上市 营收跟营运爆发上来的时候才去买吗 不是吧 你要什么时候就要买 你一定要趁着现在的一个拉回 趁着现在最好的一个机会 你就是要赶紧赶紧来进场啊 所以各位今天的投资朋友你看嘛 这一档的一个股票在过去这一段的一个时间 老师昨天也特别跟大家做分享 我说它是一档什么 Apple Pay 以及物联网的一个商机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受惠股啊 你可以看到喔 昨天是最棒的一个机会 那么你昨天 你有打电话进来的这些投资朋友们 恭喜大家 你今天可以跟着我们的一个新进会员朋友同步操作 今天10点27分 如果你是我的一个会员朋友 或者是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这些投资朋友们 你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10点27分 你是不是马上接到这一档的一个电话 的一个讯息 我告诉你说什么 我告诉你说蓝猪汉堂堂的一个蓝猪汉 他要发动了 我告诉你说苹果派最有权力的一个股票 就是看这一档的一个蓝猪汉 10点27分的一个时候 各位在哪边 市价你不要跟我说你买不到喔 市价你绝对能够买得到喔 10点27分在55块8 最低点在55块7 55块6 你会发现我们买的一个这样时间点多漂亮 昨天还是下跌的喔 昨天还是下跌的喔 昨天的一个拉回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好机会喔 你昨天有打电话进来 你看今天马上让你现买现大赚 卫盘 插一档 亮灯掌停板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什么 就像印华就像辛翰一样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一档蓝猪汉 今天会飙得这么一个凶 因为他是年度最有潜力的一个 一档的一个苹果派 就像印华一样 印华他就是年度最有潜力的一个MMT 金属跟塑胶的一个奈米技术的一个结合 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一个印华 我敢说全市场啊 在7月14号的时候有谁告诉你啊 根本没有人告诉你嘛 都是等到大涨上来 大涨的一个五根的一个怎样 之后才告诉你嘛 大涨五根的时候才来告诉你各位 你敢不敢追 但是我们不只是事先告诉你哦 我们还事先让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体验的一个活动 我们还带着我们的一个全国会员朋友 做布局买进的一个动作 我们全国所有的会员朋友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我想啊现在全市场没有一个老师啊 敢请全国会员朋友来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的一个印华 印识了得 来你可以看到 当时候7月14号的一个时候 老师就告诉过大家 他今年营运现转期 两年长期大抵低档放量转强 这样一档的一个股票 他将要怎么样 互置加世达的一个模式 结果你可以看到7月14号 我想啦 如果你是我们的一个怎样 忠实观众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这一路以来怎么样的一个涨的 在最佳的一个起掌点 我们班会员朋友掌握到了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第一波大掌五根的一个掌听板 拉回来的一个时候 很多人就开始啊 悲观又开始看坏了 结果你可以看到 这一波我也告诉你 他还没有结束 结果你可以看到再度出手 然后呢 再度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转上来 我相信 我相信 每一个人 我们的一个会员朋友 大家都有目共睹 该进的时候我带你进 该出的时候我带你出 然后拉回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机会又来了 结果你可以看到 结果又亮灯的一个涨停板 又亮灯的一个涨停板 然后呢 该见好就收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要见好就收 然后再 再机会再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机会又来了 结果你可以看到 再度出手买进 再把它买回来 结果你可以看到 再度的一个 一路的一个怎样 一路的一个大涨上来 插两档又亮灯的一个涨停板 各位啊 持续的一个大涨再创新高 然后再创新高 我们先开心获利出一半 你可以看到 这样啊 从7月14号到现在啊 这样多少了 12根涨停 涨停板不用数啦 涨停板是要用来赚的啦 那怎么样来赚 那么昨天啊 非常恭喜啊 这些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那有参与我们标股感恩体验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蓝珠海 Apple Pay的一个概念股 昨天的一个拉回 我敢说全市场没有人啊 敢告诉你啊 只有曾经敢告诉你 事先告诉你啊 今天马上让你怎么样 现买现大赚 那么如果说昨天 你还没有跟上脚步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或者是你昨天打电话进来 因为昨天真的是抱歉啦 那么超过第十位真的很抱歉 那我觉得现在的一个机会真的是来了 如果你有想要赚标股 想要能够一路开开心心 来大赚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老师今天在特别开放实民 免费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那么接下来下一节老师 要跟大家来分享五指登科 那么还有一档 刚好回撤连线 刚好绝佳的机会再度浮现 这一档股票到底是哪一档呢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咯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为什么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为什么在这个市场上 没有能够赚到钱 其实不外乎就是三大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恐惧嘛 那么往往会因为大盘的一个下杀 恐惧害怕 害怕说 哇我不卖来不及了呢 如果说再跌下去怎么办 结果往往就怎样 砍债的一个低点上嘛 就像在昨天的一个行情嘛 有多少人看到昨天的一个下杀 开始做一个怎样 做一个停损嘛 那么第二个就是怎样 犹豫嘛 觉得说好像不是很妥嘛 往往就是怎样 错失掉机会嘛 就像在这一波的一个 反弹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觉得 哇这个涨真的还涨假的 结果怎么样 从9000点一路涨到9500点嘛 那么都会等到什么时候 都会等到啊 哇最后大涨上来了 觉得怎样不买就来不及了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 往往会追到高点 这个就是很多的一个投资朋友 往往会在这个市场上啊 会一直这样最高杀低的一个宿命啊 那么像现在最好的一个机会 已经浮现了 那么我希望你真的 你要赶紧来做把握 那么我们也很恭喜 在昨天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 这样的一个免费感恩体验的 这些投资朋友们啊 哇昨天真的是抱现 那么昨天如果说超过第十名 那麻烦你今天你再打电话进来啦 你可以看到昨天啊 老师跟他所体验的这一档 南竹涵 南竹涵 今天马上让你怎么样 现买现大赚 恭喜大家 就像在之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印华一样 从7月14号的一个时候 当时候这一路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老师跟他做分享 老师也是特别开放 免费感恩体验的一个活动 我相信 当时候有打电话进来的一个 这些的一个投资朋友们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那么如果说昨天 这样的一个人好机会 你没有跟上的人怎么办 来 没关系 我们狂二印华跟信汉 狂标大赚 韩传大赚之后 昨日免费感恩体验南竹涵 让你现买现大赚 真的是恭喜大家 老师今天在特别开放十名 开放十名 免费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让你来体验一个老师真正的实力 让你来体验赚标股的一个乐趣 那么就像五指登科 这也是年度最有体裁的一个 一档的一个好股票 那么这一档的一个好股票 我觉得在今天的一个震荡 又将是一个机会 为什么是一个机会 包含还有一档的一个股票 圣经验老师也说过了 有一档他目前刚好回撤连线 这个很棒 你现在要找到这种股票很难得 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一个回撤连线 你看到这样 我看到过去这样的一个点 你在担心 各位啊 来到这个地方 开始就是一个好机会了 为什么 就像什么 这一档自威 过去回撤连线 然后震荡拉上来 那过去的一个回撤连线 你看为什么自威 在昨天的一个时候 老师会特别挑选出来 来 来 这是昨天 9月16号礼拜二 我们跟FB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心得 来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老师跟他说过了 有一档股票 什么 5263自威 昨天FB 老师就事先跟他做分享 你昨天 你有 是我们FB的一个粉丝 我相信 你都可以帮老师做健身 你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时候 昨天大盘的一个下杀 很多人很担心 但是昨天大盘的一个下杀 老师却发现到怎么样 许多的一个好股票 就像自威一样 你可以看到 自威昨天最佳的一个机会 今天马上就怎样 让你开心赚涨停 昨天有谁能够事先掌握得到 今天马上就是开心赚涨停 回撤连线 绝佳的一个机会 那么这样的机会还有没有 各位 所以没有不能赚的行情 只有不会带你赚的一个老师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现在的一个机会 才真正要开始 那么如果说 你不想错过这一波 非常难得的一个大好机会 来 在今天老师在特别开放时明 我们昨天非常免费感恩的 一个体验活动 南珠海让你现买现大赚 非常恭喜大家 那么今天再开放时明 跟所有的一个有缘人 一起来做分享 让你来体验赚标普的一个乐趣 最后祝大家操盘顺利 我们明天投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 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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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